啦啦啦啦啦啦啦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要带我上来啊 痛不痛 痛不痛 痛 痛 当然痛了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 你不是说我让你觉得痛吗 如果你再不清醒你的脑子 我保证让你痛不完 你 你在说什么呀 你这个大傻瓜 你以为你曾经很辛苦地追求过我 那就叫爱吗 你认为我们两个真正爱过吗 你说 我们有吗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你还提她干什么 你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吗你 我好生气 我好生气 因为你的头脑不清楚 会害你失去一个好女孩 你居然不知道自己在爱着她呢 看着我 你认为你还在爱着我 对吗 我还是让你会觉得痛 对吗 可是当听到石油被逼亲的时候 我去看见一个大男人打翻了醋坛子 气呼呼去找他的对手理论 不单是因为对方长得像癞蛤蟆 就算对方长得人模人样 也一样看了要生气 可是自己有什么立场生气呢 说来说去 总算逼出真心话 你根本就希望石油是你的 不准别人碰她 你知道吗 就因为你不曾追过她 所以你们的感情是在不知不觉中发展的 你们一起走过悲哀 走过欢笑 太了解你失忆的一面 她所知道的你比任何人多 你不能告诉我 不能告诉世伟的话 却可以对她清楚对不对 你们常常在一起 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朋友 事实上 她一直在做你的护士 她一点一滴 一针一线 治好了你的伤 你的痛 你早就已经完全好了 否则一个心痛的人 哪来那么大的力气去跟那么多人打架呢 你顶多为我送过饭 到池塘摘过花 几时为我这么拼命过 你怎么还会以为你爱的是我而不是石柳呢 你说过 你说过 若是不能看见我跟世伟有情人终成眷属 你会弃杖 永远不原谅自己的退出 现在我告诉你 现在我告诉你 如果我不能看见你跟石柳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才会弃杖 永远不原谅你居然不去抓住他 不计划 这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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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